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编曲系列 就是黑山玩音乐 看看黑山怎么在玩音乐 上次讲的黑山的音乐会 1980年的音乐会 蛮代表性的 台北青年乐团演出的 时间很久远了 1980演出的 地点也很独自 那是当时台北最大的演奏厅 国富纪念馆 但是这个只是用现场录音的 没有经过这个修饰 直接一个麦克风 把现场录下来的 连久了 这个卡带已经几十年 没碰过的 那现在把它转成CD了 台北青年乐团 这个创立的非常艰辛 没有场地 根本就是我在家里面的乐团 以家为团或者以团为家 没有这个经费 完全独立负担这个团了 这个编制上也是很独特的 从未有过的 爵士小乐队我们听过了 上次听那个高山青 爵士小乐队演奏的 也 爵士大乐队也听过了 高山青 两个高山青 有大乐队和小乐队 奏的我们都听过了 浑声六重唱也听过了 今天我们再给各位介绍 浑声六重唱 好了 听的时候 请各位多听编曲 我们就讲编曲欣赏 编曲介绍 少听演奏 不是你不听了 就是我们不 不专门注意这个演奏的问题 注意编曲的问题 那只谈内涵 编曲的内涵如何 而不谈那个演奏的记忆 那么我们一般讲 欣赏演奏 欣赏音乐 那都是欣赏音乐的表演 这是表象 音乐的表象 音乐的表演 那表情啊 神韵啊 韵味啊 味道啊 韵气了 换气了 吐音了 发声了 技巧了 执法了 整体的技术了 个人的技术 等等等等 这是讲演奏 欣赏演奏 欣赏表演 这个地方对不起 我们省略啊 我一向不谈这个东西啊 去问那些行家专家去谈 我不谈这个东西 那我希望大家谈编曲 欣赏 其实编曲分析了 这个谈音乐的 这个内涵 里面的音乐的要素 这些都是音乐的要素 这些都是音乐的要素 三大要素 节奏 rhythm 旋律 melody 和声 harmony 这是音乐最重要的三个要素 所有学艺人都知道 但是这六项 六大要素 很多人不知道 这个很重要 Texture 就是结构 音乐的结构 调性 tonality 然后音色 Timber 或者Timber 都可以 这个六大要素 那另外这三个很重要 曲风 或者乐风 style 速度 tempo 然后力度 dynamics 强弱 好 这九项我想对编辑上面都很重要的 请大家注意一下这个 那我们今天讲什么东西呢 讲两首 两首台湾的 今天我们的题目就是 黑山编曲 两首台湾校园名歌 当年 这个演奏是1980 写这个歌可能是19 哪一年我记不清 1950到1980之间写的 1980年 这演出的 反正1975 1976 这两年比较可能 1980演出的 两首校园名歌 第一首 兰花草 第二首 龙的传人 都是很有名的 校园名歌 那这个都后来流传两岸 很久 我们来看看第一首 兰花草 在讲之前我们看一看 来再看看这里面 兰花草特别值得介绍的 本曲的结构 texture 组织纹理 前奏跟尾奏 都是用什么 男女齐和尚 又齐又和的 就大和尚了 三男三女 齐和尚 看像这样 就是齐和尚 一开头就前奏 齐和尚 尾巴也是 然后你再看 A段加B段 就各种都有了 男生独唱有 男生齐唱也有 男生合唱也有 男女齐唱 男女合唱 男和女合唱 男生合唱 女生合唱也 你把这个东西运用到弦乐 运用到管乐 运用到乐队 都可能 这些观念 什么叫结构上面的观念 C段呢 男女对唱 也有男女齐唱 音乐里面要老是保持对比 保持统一 这个对唱是标准的对比 而其上是标准的统一 都有了 男女轮唱 这是卡农 然后男女独唱 差不多很多东西在里面 我们大概整个 注意一下 然后我们再听 前奏 intro 前奏 你看齐和尚 这是女生 三个女生 三个男生 然后到慢的开始 速度 这个也是慢的 这个男生 女生 男生一步 女生 男生齐唱 然后到这 男生已经两步合唱了 女生齐唱 这是男女齐唱 然后到这 女生齐唱 但男生合唱了 做背景了 然后这女生也合唱了 男生也合唱 到这个才是合对合 然后这个也是 女生合唱 男生也是合唱 合对合 然后到这里也是 女生齐唱 男生合唱了 这个很慢很慢的 刚刚这中速度 这个又慢速度 慢下来了 就开始对唱了 男生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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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仿他的节奏 但是旋律不一样 对唱 对位 一样 到这里又齐唱了 优尼斯 TUTY应该叫齐和尚 真正的齐唱应该是优尼斯 一样 就八度 八度齐唱了 到这里快了 然后这个又 这是卡农了 女生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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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卡农 然后到这 又齐唱两遍 因为他是两段 第二段我没有写歌词 写不下了 然后到第五 最后一段 一个一个给一个一个 然后最后 齐和尚 又齐又和 我讲的这些都在里面 大家慢慢的听一下好了 一二三四 四页 总谱 好了 我们现在可以开始听一下 我从山中来 来着蓝花桃 唱飞小月中 希望的快乐 一人看桑桂 看着花是火 蓝花月一样 抱怨无垠的 看一瞧边到 离来不远方 找到冰湖心 夜夜不相望 请 Sunshine 期待潜入 国家 帮IV 当花却一样 保佑无一刻 我从山中来 带着荡花草 都在小园中 希望花开札 一年三月 看着我实说 当花却一样 保佑无一刻 看着我实说 一世都乱方 看着我实说 一世都乱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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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着我实说 见着许多乡 见着许多乡 第二首我们再为各位介绍龙的传人 这是侯德剑先生的大作名曲 我把它改编成黑山编曲 这个曲子呢有的曲子我不大想歌词 我正拿旋律在玩旋律 这个我觉得它的歌词很有意境很有内涵 所以我就特别做不同的方法处理 我们看一看我这里面要点大家看一看 第一个全曲变化 曲风有不同的乐风 stime变化很多 A段是金字塔进入 一步两步三步四步五步六步这样进来的 第一段呢后半段用了重点 所谓重点呢 我觉得这个歌里面特别讲究那个 等一下我们看好了 我加强这是我自己把它加进来的 加个重点 全曲的力度变化强弱对比 尤其等一下我们介绍两段 大家看最强最弱的产生对比 在一段里面 那尾声重现的这个 并做这个什么强弱对比尾声的 我把它拉长 你看这个是重复 因为这句话很重要 非常重要 我就让它来两遍 那这个永远永远也很重要 我就让它来两遍 而且拉长 永永远远的 然后最后强弱对比 另外运用大拔跟中骨 这里用Tom Tom 中骨 SIMBA 还刚前面SIMBA 产生了这个 烽火战断那种效果 那改变拍号 变化速度 这里面很多很多 那我们现在整个分析下 从头开始看一看 一二三四 一二三四 这共也是四章 女生六重叉 三个女生 三个男生 龙的传人 飞山边取 这是女生上面三个 三个男生 先男生 然后一起来了 三男三女都来了 前奏 到A段 遥远的东方 一条龙 一条河等等 一个 然后两个男生 这一个 两个 三个一起进来了 好了 三个男生 齐克上进来 女生进来一个 变成四步了 第三个 然后女生两个进来 变成五步了 五步 然后到这里 变成六步 一起进来了 到这里六步 所以一二三四五 到这里六步 那这里改变节奏了 四四变成四二 为了接这个 变成rock 这里 然后这一段 我就感染重点 因为我觉得 这一段听起来 特别感觉 虽不真看见 长江美 梦里 长神游 长江水 虽不真看见 黄河壮 汹涌澎湃 在梦里 我特别喜欢这两句 所以就强调 就让开始让女生 长江长江 黄河 黄河 然后第二个 还是要长江长江 黄河黄河 下面 谁不能看见 长江美 能让男生在下面 做这个 顽固的音 谁不能看见 黄河壮 汹涌澎湃 在梦里 这是我加进来的 缘曲没有 特别强的 就加进来 完了转 华尔斯 三拍 然后这里 变成三拍 三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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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种情况都有了 然后到这里变成 杰斯华尔茨 典型的杰斯华尔茨 到这里 估点音乐就有的 估点音乐就有的 估点音乐舞曲的节奏 然后到这里变成 March 变成四色 变成四色 然后这里接了两变 但是这两变不是照谱 就是男生一句 女生一句 女生一句 男生一句 然后齐唱对唱 有solo 有独唱 骑走 这个地方 然后到这里是 最慢的了 你看百年前的 宁静的一夜 然后 巨变前夕的 什么黑夜里 最后是用最弱的一个人唱 最低的最弱的皮 非常弱的 然后呢 枪炮声敲醒了 这个宁静夜 两个 强弱对比 大家看 然后用森把 造成森把 这个强的对比 我觉得处理的蛮好玩的 然后到这里呢 也是通通代表古生了 森把代表战火了 好 这句也很重要 巨龙巨龙 插两眼 永永远远的插两眼 所以我来两遍 重复重复 让你让大家这个巨龙 也就中国人啊 都应该把你眼睛插亮 永远插亮你的眼睛 然后永远呢 我一个 一直不过来 永远 永远 而且拉长 代表永远 然后又从最轻的 然后到最重的 结束 所以就 这讲的七项 大家可以慢慢去分析一下 好了 我们现在一边听 一边再来看 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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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远的东方 有一条乡 大街的名字 就叫长乡 谁不曾看见 永远的东方 有一条乡 大街的名字 就叫长乡 谁不曾看见 长江飞 龙的长山又长江飞 谁不曾看见 黄鹅座 大街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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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山下 oud Bay 优秀 曲组 看见 AD AD 흥 樱鹅座 囡 冗 2 深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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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